马东相声大师马季之子马东 1968年12月25日出生于哈尔滨 相声大师马季先生之子 当年没有选择自成副业从事相声行业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爱奇艺前首席内容官 米威传媒创始人CEO 制作人 主持人 马东与郭德纲 马东由于父亲相声大师的身份 工作又属于乐圈无可避免的和相声行业有所交集 但由于早年任职于中央电视台 工作职责原因没有和郭德纲有过多交涉 2013正式离开央视后 便与郭德纲有工作中的往来 以德夫人到2016年德云社20周年担任主持人 都有过多交集 马东怒斥郭德纲维护马迹 在2016年德云社20周年开幕 郭德纲 于前张国立即兴合作表演节目途中 郭德纲回复张国立斗包袱时 说出我是马迹四个字 台下主持人马东立马上台呵斥 说道你要喜欢说别人爸爸 你可的于谦说 话语之间面露怒涩 郭德纲急忙表示 没有没有口误 最后于谦我就喜欢大辈叔叔们来 化解肝 马东郭德纲关系 早在马东还在央视任职时 马东就一场关注郭德纲 可谓也是一位铁杆钢司 多次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当年手机里满满都是郭德纲相声 一边听一边乐 更有甚者都背下相声段子 奇葩说 节目中 马东曾说自己当年因为试炼写下的诗句 被郭德纲常用作品梳理的定场诗 钢司们应该都听过郭德纲最喜欢最常用的定场诗 伤情最是晚两天 憔悴私人不堪怜 妖酒催场三杯醉 寻香精梦五更寒 拆头缝 邪情有泪 图迷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心愉悦 也难如沟也难缘 这便是出自马东之手 可见马东也是个才华横溢之人 寇舌之战少有的不输郭德纲之人 众所周知 德云社相声演员有个后台打磨包袱的规律 许多优秀的段子都是在德云社后台相声演员的聊天调侃中打磨而成 这样既提升了包袱的质量 又增强了相声艺人的临场应变能力 故在娱乐圈艺人中 郭德纲的反应能力和嘴皮可算为王者级别 少有主持人在郭德纲身上略显优势 而马东则为少有的一个 在马东节目奇葩说中 郭德纲因阐述故事背景 提到黑社会并且强调两次 马东无逢回复改革开放以后都还叫什么什么设了案 指德云社 一向金句不断的老郭 却选择吃牙八亏 用别闹两字转换话题 马东完胜郭德 由此可见 郭德纲马东二人关系非必寻常 在2016年的呵斥也只是围住郭德纲达成舞台效果 面露怒涩的马东让不少观众误以为真的生气 可见马东演技了的 从马东对郭德纲的了解 和对其相声的喜爱程度来看绝非一般纲丝能比拟 对于郭德纲和马东的关系您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 关注小编或更多有趣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